那首先这边有一个所谓拖曳资源 如果说今天我希望这个拖曳资源 它能够做什么 各位这里面大部分拖曳资源比较少用 比较常用的是这个换航 还有像前后加双引号 或者加这个反斜线 这个也比较会常 最常用的就换航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换航的动作 以哪一个例子为例呢 就是像刚刚这一题好了 比如说我这边输出好了 这边就不能用FLOW 不能用INT 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FLOWS 比如说原来输出的是这样子 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 加总冒号23.2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个需求 我现在加总冒号放一行 23.2换下一行 换航的动作 那如果我要换航 当然我不可能说直接在这边按Lent 它不会理我 因为已经print出去了 所以如果我要换航的话 特别注意 你这边可以再加一个 在加总冒号后面 加上一个什么 反斜线N 这样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你只要在文字 双引号里面 只要后面加上反斜线N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在这边帮我换航 OK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那把它执行一下 你看一下 结果会变成 2加总冒号 反斜线N 那它就会把这个结果 这个放在这里 这边的话就多一个换航 那另外一个资料就放在下面 OK 一个就是一个换航 两个它反斜线N 两个换航 OK 这个未来也还蛮常看到的 OK 如果说你看到反斜N 那就表示它是一个换航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呢 它有什么双引号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要把什么呢 这个结果做一个效果 什么效果呢 我希望在23前面加双引号 点2的后面加一个后双引号 把它夹起来 前后 或者你用单引号 一直这样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在这边前后加双引号的话 以前的想法是这样 我应该在什么 在加总冒号 换航之后 然后呢 在这边加一个双引号 那双引号当然就是一个字嘛 所以就加一个双引号 有没有 你会发现啊 这边就加一个双引号在这里 但是好 有没有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可是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把它执行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它说 逾法错误 为什么逾法错误呢 点一下这边 它跟你讲说 这一行错 它意思就是说 而且它有个这个箭头 这个小箭头 告诉你说 这边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这个东西呢 也就是说啦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 因为双引号 Python已经拿来用了 那你如果再用的话 它会搞不清楚说 到底这个双引号 是拿来做那个文字的标示呢 还是一个符号呢 所以为了区隔哦 我们要该怎么做 特别是如果你要输出这个双引号的话 请记得哦 在要输出那个双引号的前面 加上什么 反斜线就好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它当一个文字的话 你必须把它写成这样子 反斜线双引号 好 输出 好 看一下 OK 有没有 这个有了 那后面的话还有一个怎么办呢 很简单 再加上呢 两个双引号先挡 然后呢 反斜线双引号后挡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 我如果后面呢 还要再加上一个双引号的话 那我就怎么办 在这边后面 串接一个双引号 放到这边来 它就帮我加上去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出来了 23.2 前后加双引号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拖曳字缘 第一个 换行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前后帮我加上 那个双引号 加到哪里呢 加到这个的前后 OK 语法 试试看好了 画面呢 再 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OK 那没问题吧 这个其实也不用特别死背 就是要了解它的原理原则 因为之所以会用那个反斜线 主要就是做个区隔 不然的话那个符号已经拿来用了 那你如果说再使用这个符号的话 它会变成冠写 它不知道说 你这个到底是用来做文字的叙述呢 还是做一个文字来使用呢 OK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当文字来使用的话 那为了区隔 前面要多加一个反斜线 这样就做区隔 其他类似的还有单引号 单引号 因为单引号也是一样被用掉 那特别注意 文字的叙述一定是前后加上双引号 可是在Python里面 它前后加单引号也可以 两个叙述都可以 不过我个人是比较习惯用前后都是用双引号 为什么呢 因为其他的语言都是用双引号 那当然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我为了以前的习惯 我要换到Python我要改成单引号 太麻烦 我刚才一律全部都用双引号 那表示双引号里面的这个资料 就是属于文字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拖曳资源部分 那这个讲完之后 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往前推进了 所以底下的话 算数运算值 再来就是关系运算值 比较一下 两个之间是不是相等 特别注意 如果关系运算值的话 通常指的是数字 也就是某个数字跟某个数字 两者之间 有没有相等 一定是两个等 左边跟右边 有没有相等 如果不等于的话就惊叹号 另外就大于小于 大于小于 小于等于 OK 基本上 指的是数字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还有像什么逻辑运算值 常用的像end 两个条件 有没有同时成立的话就end 偶尔的话呢 就是其中一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就是表示成立的偶尔 一般叫什么交集 交集的end 连集的话就偶尔 OK 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后面呢 就要来做所谓的结构控制 所谓结构控制就是做逻辑判断 待会的话呢 我们也是会用那个实际的案例 来了解这部分